好 接下來看到桃園出現一名恐怖的女房客 她在乘桌的透天措內 飼養了數十隻的貓狗 不但常常被鄰居來投訴貓狗的叫聲擾人 更因為租屋內堆積的大量垃圾 散發了惡臭惹人厭 直到族約到期 女房東的孫女進屋查看 竟然發現屋內有數十具被餓死的貓狗屍骨 由於理性女子近兩三年來 屢屢致欠房租 房東雖然多次前往屋子找尋 都無法找到她 半年後聯絡上 理性女子一樣無法償還房租 她已離愛住院或住在她處 沒有住在這間房子等藉口 拒絕房東孫女 鍾小姐查看屋內的狀況 而直到今年2月24號 足月到期後 在理性女子同意下進入屋內 才發現屋內堆滿垃圾 而且有十幾隻的貓狗屍體 當天通報動保處帶回貓狗 桃園市府動保處表示 據四組表示都是餓死的 但因數量龐大 確切死因仍要進一步查證 以帶回幾乎風乾的貓狗屍體 送專業的單位解剖 而進一步確認是否有毒物的反應 同時在相關調查後 依違反動物保育法 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好 過年期間大家都會出遊嘛 出遊其實有一個蠻花錢的地方 就是住宿了 沒錯 尤其是國內住宿的話 現在的國內住宿真的是蠻貴的 對 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有一名新手爸爸他就透露啊 過年期間帶著寶寶去墾丁玩 要五天四夜 但是為了省錢 他就利用嬰兒床30天內可退廢的機制 訂了新的嬰兒床 送到飯店來代收 而自己組裝 睡完四天後迅速退換 而貼完一出 立刻走到網友的炮轟 男網友在PTT母音版表示 廉價住宿真的很貴 沒有住親子飯店省蠻多的錢 而價格一碗便宜2000元以上 等於四天足足省了8000元 最後 圓泡厚著臉皮向客服申請 不滿意退貨退款 更得意的笑稱 這滿讓我意外的 很阿莎莉的全額退款 溫末還向伴友喊話 如果大家帶寶寶出遊 需要省錢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當然盡量避免廉價出門最好了 而文章曝光後 全場網友看傻回應 退款貨服務不是給你這樣用的 非常的惡質 這種道德瑕疵的事情 還要拿出來沾沾自喜的分享 不過也有人質疑 業配就算還推廣濫用退貨的機制 能詳出這種業配法也是滿奇葩的 根據《金周刊報》的香港女星余香寧 去年她憑著白日之下 入圍了金馬獎的最佳女主招獎 那個時候她有第一次來到台灣 那最近她就跟著她的老公 帶著小孩來台灣 小旅行要來過情人節 沒有想到她們一家人 到這個象山公園來爬山的時候 卻巧遇到YouTube頻道的旅遊真台灣 YoutuberLena跟Patrick 她的高顏值跟好身材 就讓對方還有她們的粉絲大為驚豔 余香寧在2月中旬 帶著老公跟女兒來台旅遊 其中一天她們到象山公園時 就巧遇了YouTube頻道 旅遊真台灣的YoutuberLena跟Patrick 當時她們兩人正在拍影片 影片的主題是隨機邀請路人 跟她們玩一整天 而余香寧當時也被邀請 但她向對方透露 自己來自台灣 只是帶小孩來公園玩 因此Lena一行人 便不打擾余香寧一家人 只是最後對著鏡頭大表驚訝說 她已經是媽媽了嗎 她看起來超級無敵年輕的 而影片上架之後 在留言區裡也有許多粉絲 對於余香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留言說 香港媽媽好漂亮喔 有小孩了身材還那麼好 而認識余香寧的粉絲 則幫忙留言回覆她的身份 余香寧本人也將影片截圖 放在AG線洞 還特別在 封面女的真漂亮我的菜 這則留言底下畫線標記說 這是重點 而白日之下 已經幫助余香寧 先行奪下了香港電影評論學院 大獎影後 在獲得四月舉辦的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提名 而且豐厚呼聲甚高 如果得獎的話 余香寧將會是香港本土首位90後 出生的影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藝人Makeel在去年7月離婚 而他也表示自己之後 要為自己而活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 就減掉了25公斤 瘦身成果是相當的驚人 而他近期在直播中 分享減肥的方法 透露主要做法就是控制飲食 再加上膠原蛋白的輔助 才能在短期內瘦下這麼多 我後來真的才知道說 糖是最不好的東西 糖分這個東西喔 是如果嚴重性的話 是可以戰爭的喔 我沒有騙你喔 真的 因為我爸是糖尿病種 我爸爸呢就是每一天 早上一起來 就是喝很甜的紅茶 一杯 我跟你講 三四個月直接變糖尿病 尿尿旁邊馬桶都是麻衣 會糖尿病真的很恐怖 然後還有少量多餐也會肥 不行 少量多餐很傷身 接下來看到政治的焦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遭質疑是寄生國會 不過柯文哲卻回答說是 國會來寄生他 引發民進黨團幹事長 吳斯堯喊話 要請立法院長韓國瑜 把國會寄生蟲趕出立院 而柯文哲今天回應 政治攻擊的語言 就不用多做理會了 民進黨沒什麼可以罵他的 就只能罵這些 政治上攻擊的語言就不要理他 其實我們中央黨部跟黨團 要是要密切合作 很多東西都要交換意見 像今天早上 我們就討論了那個 婦理人員的薪資 還有那個健保砍料價的事情 大家要一個一致的看法 還有一點 我一個人來比較容易 如果我們說了八個委員 再加上他們的辦公室主任 還有黨團的工人 全部移過去 那比較不方便 所以有時候是客水煮變 一個人可以解決 所以搞得整個黨團要移動 其實這樣啦 資源也都是國家跟人民的 反正就是做事情 不過來講現在 因為目前黨團 一個月人事會是55萬 如果要支付 單獨那55萬 要支付所有人事不太可能 所以變成我們中央黨部 一定要貼錢雇人過來幫忙 對於民進黨團喊話說 要把國會寄生蟲給趕出立法院 柯文哲呢在昨天晚間是首度回應 他說民眾黨的席次增加 而為了回應民眾的期待 不僅是他們的黨部的業務增加 他每個禮拜兩天會到立法院 也是為了與黨籍的立委來交流意見 對於民進黨用粗鼻的話語 來污蔑攻擊他感到遺憾 前幾天你說國會寄生蟲 我現在聽人家說失言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這次立法委員 部分區從五名變八名 我們為了要不要辜負民眾的期望 那業務也增加 所以變成我們是中央黨部 還要僱人 然後到立院去工作 所以這怎麼會是 我們在寄生國會 那民進黨現在罵你是國會寄生蟲 那他們除了罵我 抹黑我 抹紅 他們還能夠做什麼 既然人家對我們有期望 我們政黨票有22% 我們還是要認真地去工作 來回應人民的期待 那你為什麼一直要到立法院去 再這麼討論 也沒有一直去 我大概每個禮拜二 禮拜五早上七點半 因為黨主席跟黨籍立委 還是要有個時間溝通 大家有一些事情要交換意見 所以這也蠻正常的 初期我們 因為大家不是會很熟 所以用實體會議 等到將來比較熟 也許就可以改現場會議 而且我們也尊重立法院黨團的自主運作 只是雙方還是要有些意見要溝通